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早前表示 他希望胡同在来临的六周选举中能够大胜 对此伊斯兰党副主席伊德利斯阿末嘲讽 行动党希望胡同胜利是当今世上最奇怪的事 伊德利斯阿末昨晚在登加楼勿述演讲时也说 行动党希望胡同大胜 是因为行动党希望能继续留在政府里 而且行动党为了权力 不惜牺牲反对贪腐的立场 对问题保持沉默 陆兆福前天在竞选盟国会论坛上表示 他希望胡同在选举中大获全胜 因为这能壮大团结政府 他也表示团结政府目前的重点是确保政府能持续运作